FYR TV的博主开始了新一季的Vlog 而他今天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全都记录下来 在他回家之后发现一堆苹果在地上整齐的摆放着 看来是太太想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惊喜 而太太却说这不是我弄的 看来太太并不愿意承认这个小惊喜 在认真工作的时候时间流逝的非常快 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博主觉得自己拍摄的素材好像还不太够 可是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 工作了一天是该休息了 轰隆一声外面传来了一阵雷鸣的声音 屋子里的灯也应声熄灭了 看来是闪电把电路给破坏掉了 不过没关系 博主常年拍摄早已准备了应对这种情况的措施 他把夜视仪装上了 外面下起了大雨 这种天气最适合猫在家里美美的睡上一觉了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一阵的奇怪声音 都说女人的地流感比较准 看来确实是这样 是太太第一个听到了这阵声音 因为怕黑的缘故 太太也跟着博主一起去寻找声音了 这基本上 这么大 maximum 它是小沙子 oh my god, it's so loud oh my god unplug it please let's just go to bed, okay i'm tired too oh my god it's on again Dingel's what the hell that? you got it,you got it all right,let's just go 难道是电视坏了吗 关闭了一次 他竟然又自己打开了 距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 他们现在还困着呢 准备回去接着睡 可刚走到厨房的位置 博主发现地面上好像有什么东西 是苹果 而且又是白天的图案 而这次博主敏锐的 察觉到了什么 难道白天的小惊喜 根本就不是太太做的吗 尽管这件事后困意完全消失了 他们夫妻二人觉得 会不会是家里进贼了呢 反正也不困了 那就坐下来聊会儿天吧 因为怕贼的缘故 太太给博主准备了一把武器 应该是烛台之类的东西 两个人聊着聊着 眼睛就不自觉的睁不开了 他们在沙发上睡着了 对不起 这个人也有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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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believe it I can't see anything. This power needs to come back on really soon. I'm so scared. Shh. Hello? I can't see anything. I can't see anything. I can't see anything. I'm starting to freak myself out right now. I'm going to check it out in here. I have a weapon. You don't want to mess with me. You don't want to mess with me.I have a weapon. Stay away.Get out of my house. I can't see anything. I can't see anything. You alright? 經過博主的一番查找,他們現在也是一頭霧水。 剛剛的那些情況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是風吹的,還是別的什麼呢? 因為太太有些害怕,博主帶著她回到了我室裡。 他們想這樣,一直等到天亮。 We'll be alright. I mean, there's nothing been around. So, I just want to keep on filming this now, because I'm a little, um, you know, freaked out honestly about what's going on. Are you alright? No, I'm not okay. I'm not okay. I can't. Sh, sh, sh. You feel that? You feel that? No, I'm not. You feel that? I feel something. Sh- sh. Oh my God. Oh my God. Shut up. Hey what this? There's something coming around there. Ssh. Oh my God. Oh my God. 有些什么在那里 有些东西 好 来吧 我们先去吧 我的天 你也有什么需要 给我给我给我 糟糟了 您是什么 您是什么 这 張 here 雞子 又有 에요 给我你的手 有手 出口 有手 一帮你 有被吓到吗 不要怕 这只是一部恐怖的小短片 还挺刺激的对吧 让我们继续的探索下去 日本恐怖灵异频道MTV的博主 在2019年7月25日上传了这部影片 影片中他提到了观众们的发现 在上一期探索废弃酒店的时候 在一条走廊里 因为他只顾着看脚下的路 而错过了那恐怖的瞬间 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画面吧 你看到那个恐怖的东西了吗 在观众们的评论中 大家都猜测 这是一名女鬼的头部 而更加恐怖的是 博主竟与她擦肩而过 博主自己也说 现在每每想起当时的经历 浑身的汗毛都能竖起来 我在想 如果当时博主发现了 而且是这么近的距离 那不是要当场下云过去吗 而博主的再次到来 就是想重新验证一下 这一名女鬼的存在 这边是伞逝对的 最大的脱缺 破音 它坐在跳 这边是没发起 开始 在偶尖 开车 當 shifted 後面打氣 喉變模式的 好可 在路的人通常到後 加裝變模式 博主的再次探索并没有发现什么实质的线索 只是听见了一些轻微的脚步声和奇怪的声音而已 那名女鬼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 其实也发现了一些诡异的地方 我们仔细的看一下女鬼出现的位置 是一根白色排水管的后面对吧 但那个位置可是一面墙啊 这名女鬼是怎么从那儿出来的呢 如果你有答案的话请留言下来吧 马来西亚杜仲林伊特县队 在2020年12月5日上传了这部影片 他们来到了一所荒废已久的居民楼内 其实他们早就盯上了这个地方 不过之前这个地方还有一家住户在 哇哦 这个居民楼就剩下一家住户 是蛮神人的 所以他们就没有来 一直等了很久才等到这个机会 而他们在这个地方会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一楼探索完毕后 博主和朋友来到了二楼的位置 博主和朋友说到 这个地方好像并没有听说过 有灵异事件的传说啊 其实就在那一瞬间 博主已经和那东西擦肩而过了 我真的没听过有传出什么灵异事件 我一开始是不信的 以为可能是什么白色的家具之类的东西 可等我看过了整个影片后 我确信这可能真的是什么恐怖的东西 因为博主本人并没有注意到他 他们顺着楼梯继续地往上探索着 可就在这个时候 博主的朋友说到 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刚才有点热气 这个 我热 所以现在是否热气 我热气 早知我热气都是 都是我热的 不是热气 那即是你热气的声音 怎样我以为 我以为加上声音 嗯 我还没怕过气 怕有用 但是我先喝一杯 等我去对面 就远去 博主当时并没有发现这个恐怖的画面 是回家剪辑的时候发现的 而他本人也不敢肯定 这到底是什么 但我们结合一下 之前看过的画面呢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就不言而喻了吧 今天我还是想提及一个 非常经典的话题 灵魂到底存在吗 你相信灵魂存在吗 不用急着回答我 我们先来看两部影片 我先打救你 我看 euch的 30秒 10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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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奶奶跑回屋内发现我的爷爷已经去世了 但我和奶奶都看到了房间里出现了很多半透明的球体 这些球体在房间里打转 没过多久它们都消失了 第二份我姐夫去世的几小时后我看到有两个球体在周围盘旋 然后球体变成了几乎像是一片褪色的光云慢慢的消散在了天空中 我看得以清二出我知道那是她的灵魂我告诉妹妹那是姐夫的灵魂可她却什么也看不见难道是她们的关系不够好的原因吗难道是因为她在宾死前的一刻我用尽一切� 试图拯救她的原因吗现在你有了自己的答案吗把这份答案留在自己的心中就好 其实最后一部影片甚至有些让我感动并不是因为看见了灵魂的九体 而是周围人在给老人送行时唱的歌曲 你仔细听一下这是什么歌 Amazing Grace 对吧 我们就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影片吧 Hai 没想到这里还有内容吧 这部分内容是给听完这首歌的你准备的小彩蛋 据说我们都会孤独的死去 我们不能带走任何东西 但这部影片让我看到了更多也学到了更多 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的确可以带走一些东西 那就是真爱 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感受到了家人的爱 他并不孤独 希望我们也把爱传递下去 这里是飞红禁地 喜欢这个频道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去传递温暖的爱 黎明将至 我们下期再见